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做不專業的解剖青蛙實驗 解剖青蛙這個實驗在許多的學校已經取消了 因為他們覺得解剖青蛙是不人道的 但是我不管那麼多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解剖強勢的外來種 斑腿樹蛙 在這邊科普一下斑腿樹蛙 它是一個很可怕的外來種 因為它的體型很大 然後並且攻擊力槍 所以對台灣本土的青蛙造成很大的傷害 今天我們做的不只是實驗 還有消滅外來種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器具 我們有鑷子 大頭針 解剖刀 解剖剪 解剖針 和一塊板子 然後如果你怕髒的話 可以自行準備手套沒有關係 我們解剖青蛙的時候是用冰淤 因為這樣子用冰去浸泡青蛙 它可以進入冬眠狀態 是比較人道一點的方法 現在我們找到的是斑腿樹蛙枕骨的位置 我們要拿解剖針去穿刺它的腦幹 然後穿刺完腦幹之後 我們要把腦幹攪一攪 讓它整個腦死 然後把腦幹弄斷之後 然後我們要做脊髓穿刺 然後做脊髓穿刺的原因是 我們要讓青蛙整個的神經系統死掉 不然等一下怕解剖的時候 它還會有死後的神經反應 然後剛才那個青蛙的大腿跳起來 就是那個神經反應 就是它死後的症状 用工字形把內外屏解開 之後用大頭針把它們固定住 如果在解剖的過程中寫太多的話 可以用棉花板或是衛生紙去把它寫寫 然後給它和它一起閉上洗 有些東西 這是甚麼 他的物質 有些東西 就算了 你去摸索 三腿梳啊 給你解剖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為大家介紹裡面的內臟長怎麼樣 然後我們現在要請另外一個人來解說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另外一個人 現在我們來足以介紹他的器官 我們先看到他的胸腔的位置 這邊有一顆在跳動的器官 這次又是斑腿梳蛙的心臟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心臟的正下方有一顆藍黑色的小圓物體 這個就是他的膽囊 那可想而知膽囊中的膽汁是由肝臟分泌 所以因此旁邊那一塊 位於他的胸腔的右側 這個就是他的肝臟 那左側呢有兩片 跟肝臟長得非常像的東西 這就是他的肺臟 那再來肺臟的左下角 這個白色的 大物體 這個就是他的胃 而胃後面接的是十二指腸就是有點深黃色這一條 那再來 腸子 就是接到後面的話這邊就他的大腸 最後再接到卸紙槍 然後再來的話他的紅色的這一個部分 還有 底下這個 在胃底下黃色的這個部分 一條一條的就是他的 脂肪體 就跟 白色這塊也是一樣的 而在其他腸氣下方呢 這邊很多黃色的 就是他的卵 各位可以看到數量其實是非常驚人的這就是為什麼斑腿樹蛙 可以生那麼多他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大量的繁殖 另外找到他的脹氣深處 在這裡 有一顆圓圓的小小的 這就是他的皮脹 而在卵巢底下 還有他的腎臟 位於脊椎處 好的 介紹差不多就到這裡 來各位同學我們現在要為你們介紹挖口腔裡面的東西 OK我們先從這裡下這邊 這個白色的不明物體 這不是家明 也不是 什麼其他 奇怪的東西這就是他的舌頭很有黏性而且很長 再來我們看到 他的鼻腔這裡 這邊有兩顆洞 兩個洞 對不起 對這是他的內鼻孔 外鼻孔可想而知就在他的 外面對 穩端那 然後再來我們往底下一點看 看到這邊有兩個洞 另外兩個洞 這是他的耳煙管 對然後 照理的一般來說的話在他耳煙管中間這部分 接到喉嚨這裡 會有一個叫做深門的器官 但是這次沒有因為他是母蛙 阿深門的話 接下來深門就是會跟明朗有關係 那母蛙是沒有明朗的明朗只有公蛙才有 啊斑腿樹蛙也是會有牙齒的他有非常多小的細牙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這隻新的是公蛙 然後這個白白的東西 是他的鎬丸 這兩顆 YES 是他的鎬丸 YES 好啊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 我們會不定期更新 就這樣 拜拜 底下還有兩個洞 這就是他的 這沙小 我突然想到啊 如果這是明朗的洞的話 明朗不是只有公的有啊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兩個 明朗明朗明朗應該在這邊吧 明朗正常來講應該在這個部位啊 不是 斑腿樹蛙他是雙明朗啊 可是重點是他是母的啊母的 沒有明朗啊 那這兩個是幹嘛的 欸找找找找那兩個洞都衝下去了 快啊 生物課本拿出來啊 我看著你